哈喽芒果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卡芒电影,我是小卡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惊悚恐怖片《死亡占卜2,恶灵始源》 故事发生在1967年的洛杉矶 桑德尔夫人的丈夫因车祸故去,就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相依为命 日子越来越窘迫 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用假扮灵媒的方式,使用占卜经典套路 为那些同样失去亲人的客人寻找心灵的慰藉 骗取钱财,维持生计 但她的骗局漏洞百出,生意也越来越少 家里更是负债累累,经济情况不太乐观 某天,大女儿偷偷跑去和朋友们玩了一种据说可以和鬼魂交流的通灵版 却被桑德尔夫人发现了 事后大女儿给她推荐了通灵版,认为可以扩展一下业务 这就给几乎走投无路的桑德尔夫人一个启发 她还自主改装,准备了一种新的片数 不过,像她这种是神灵于不顾的做法,必定会引得大事发生 果然,在她尝试通灵版的同时 自己的小女儿开始出问题了 居然自言自语回答桑德尔问的问题 在此之后,小女儿开始使用通灵版与鬼聊天 甚至通过通灵版看到鬼 不久后,由于家里已经窘迫不已 政府都下发了房产收回 当他们都以为要失去这栋房子的时候 小女儿在鬼的指引下找到了一笔钱 化解了财产危机 桑德尔夫人疑惑这钱是哪来的 小女儿带他们来到了地下室 说是已故的父亲告诉她 钱在地下室的墙壁里 她还带他们来到通灵版前 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三人都没有碰通灵版 她却自己动了起来 这让桑德尔相信了自己小女儿可以通灵 于是,带着小女儿继续以占卜的方式赚钱 一天晚上,大女儿在妹妹的房间里 找到了几张写着波澜语的纸 感到疑惑,就去找神父求翻译了 神父找人翻译后 似乎察觉到了一些问题,就随即来到了家中拜访 也尝试了通灵版 一事结束后,神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没错 就像桑德尔和其大女儿说明了 小女儿并非是天生就会占卜 而是恶灵附体 这个恶灵是一个二战时期 从波澜逃亡到这里的黑魔法医生 早年在此处做黑魔法实验 在这个房子里,有太多因为实验而亡死的灵魂 而且还在这里监视着 这栋房子里住户的一举一动 此时,全局高潮开始 恶灵被识破之后 通过小女儿的躯壳,开始杀人 第一个死的是大女儿的男友 被小女儿骗到地下 最终被鬼附身 随后吊死在了桑德尔家中 正好被准备逃跑的神父一行人看到 他们听到地下室有动静 三人前去查看 突然,地下室的通风口传来小女儿的求救声 神父决定孤身一人前往查看 可谓是奉献精神啊 进去之后,发现这里就是实验的地方 与鬼偏老套路一样 神父被附体了 就在神父要杀了桑德尔的时候 神父清醒了 桑德尔也逃过了一劫 而神父也因为没有和恶灵同化 就被小女儿一个大招施吼弓 怼到墙上死了 接着,小女儿又想同化自己的姐姐 桑德尔爱女心切 就和小女儿要求换成自己 大女儿此时在幻境中 和自己父亲的亡灵对话得到启示 用线封住妹妹的嘴 同时,小女儿把桑德尔绑到了地下室 准备杀死自己的母亲 大女儿及时赶来 她将小女儿双唇缝住 从而封印 却不曾想 此时亡灵已经来到了大女儿体内 就在桑德尔悲伤自己 失去小女儿的时候 大女儿一刀捅死了自己的母亲 并最终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还用血做了一个简易的通灵板 把妹妹给召唤过来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影片虽然是小制作 但小细节还是不少的 比如说父亲早逝 没有给予两个女儿足够的爱 这才发生悲剧 每一位父母都要给自己的孩子足够的爱 才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家庭 还有小女儿在学校受到的校园欺凌现象 在当今社会也算是一大问题了 影片最大的一点隐喻 就是妈妈为了维持生计 使用不正当手段赚钱 才最终导致悲剧 间接害死了自己和女儿 人间皆有正道 无论清贫富贵 我们都要通过正当手段赚钱 不能骗财害人 这部影片是靠演员演技和氛围红托起来的 小女主的演技炸裂 时而如天使般纯洁可爱 时而又如恶魔般令人直冒冷汗 切换起来毫不生硬 还有结尾的老太太 一个眼神就能让人读懂一切 影片氛围让人非常入戏 有着复古风的恐怖片都很有代入感 给后期一个五星好评 但不得不吐槽一下编剧 真的是掉链子 结尾过于潦草 有一种考试上时间不够草草收尾的感觉 剧情有些无厘头 主题中心思想没有明确表达 功力不足 有些可惜演员了 但一个小本制作能有这样的效果 已经很厉害了 这也是第一个前传比正片拍的还好的电影 不过这部剧似乎有点致敬的意味 与好多经典恐怖片有联系 比如驱魔人 召唤之类的 总的来说 剧情虽然不怎么样 但演员很值得一看 如果巨荒或者是想怀救 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今天的解释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 掰了个掰 muah 不见不散